再看到彰化的西湖镇出现了这么一名蓝路哥 他竟然是拿着棍棒就在快车道逆向行走 而且是直接蓝车不停的挥甩棍棒 感觉像是要寻仇一般 把车子里头的女驾驶吓坏了 那么警方到现场处里发现 他是附近加油站的前员工 因为跟主管发生了互殴就分 愤而离职 今天就是拿着棍棒回来寻仇的 不过马路上车来车往 男子一路从路边走到快车道上 逆向行走 手上还拿着棍棒不停回甩 人就挡在车子前面 驾着车内的女驾驶赶紧往内车道闪避 男子从蓝车道离开 虽然只有短短的十秒钟 但是看看他手持棍棒 怒气冲冲的 像是要来寻仇一般 让女驾驶吓出一身冷汗 就怕他冲过来砸车 警方到场处理之后 男子却失控吼叫 他开始尖叫 叫那个是没有人听得懂 他叫什么 就跑过去 再度跑到大马路上 四名园警马上跟过去 叫了救护车 将男子强制送医 调查之后发现 原来这名30岁的高姓男子 原本是加油站的员工 因为和同事发生互偶求分 已经离职 却拿着棍棒回来寻仇 他答应哪边 对 后来呢 还有哪里 就拿棒球分 要找那个加油站 找那个干部理论 因为他了解这个干部 是这个 这个时段的班 男子在西湖镇 原路路上演 马路金魂镜 想象前同事 寻仇不成 反倒吓坏 要赶着去上班的女驾驶 最后在父母的陪伴下 被强制送医 记者邻居问林一峰 张华报道